广众的时间可能下面都会给谈完 就是说刚才那个学习流程 第一个是什么 还记得吗 知识的 然后接下来呢 反受的 第三呢 理解 第四呢 应用 第五呢 要进入 时间 所以不要忘记应用和实践 所以我们现在跟你旁边刚才那个人谈一谈好不好 在你过去的日子里面 在你的教学当中 你有做到流程的哪一些 五个流程嘛 这样 他就从认识 进入到感受 进入到理解 进入到应用 进入到实践 那么你有做到哪一些 你就说 还有你常忽略的是哪一些 你常忽略是哪一些 然后你要加强的是哪一些 好不好 两个人分享一下 两个人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